咖飙汁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陆家嘴咖啡节 今年的咖啡节我们希望做一点不太一样的内容 于是在开展之前我们就联系了陆家嘴咖啡节的主办方 希望通过他们的协助能够在现场找到一些有特色的摊位的主理人进行采访 于是我们陆陆续续的跑了几十个摊位 拍摄了几百个季的素材 这些品牌来自全国各个地方 有设备商 咖啡馆 有咖啡烘焙商 咖啡比赛 也有音乐 艺术 生活方式的品牌等等 全世界这么多的咖啡节 为什么陆家嘴咖啡节能够独树一帜 今天我想用不一样的视角来给大家呈现一下 这几天里我亲身经历的陆家嘴咖啡节 哈喽 我们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独立咖啡馆 安可咖啡 这是我们石家庄一个特色的牛肉板面嘛 上面的是一个辣椒泡沫 它是我们用18种香料糖浆去熬制的 辣不辣 微辣 微辣 然后我们这个辣椒油是要熬两天才可以出来 然后下面是我们用了20种香料去熬制的一个香料糖 然后搭配了宾伯克牛奶 下面是用了安家芝士奶油 小哥 我估计这个周末年二不停地做了 已经经历过了 高长路作业 对吧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做的是山西老陈醋美式还是 我们用的醋就是最普通的寻常山西的百姓家里面吃的醋 其实就是这种最普通的一款醋 因为我们那边的醋是用粮食酿造的 但它吃起来它是香的 它不是说那种尖酸的 它是香酸香酸的 就是说今天在现场如果有谁能叫出来我们的名字的话 送一个小礼物 送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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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做的杯垫 杯垫是吧 对的 很高兴认识你 小哥 谢谢 谢谢 就假装你也叫出来我们名字了 然后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手机支架送给小姐姐 谢谢 谢谢 我今天是来送福利了 看来 还有奥运冠军许欣的他的展坛 是一个乒乓球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迷你的桌 可以来参与打乒乓球的 你看他拿了一个手冲壶 我们是由奥运冠军许欣创办的融合乒乒乓球运动和咖啡运动生活的一体的一个融合性的品牌 所以我们今天主打的咖啡是叫都说好dirty 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国手姚燕为大家承上的一款新款 贵家的展台见到了好朋友Terry 我们基本上都提供机器给大家体验嘛 这台是我们最新的330X的变压版 它有什么功能呢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叫做全手动跟半手动的功能 全手动就是你每一集都可以自己去调整你的压力 你在吹取的途中呢 就会改变你的想要去吹取的压力 如果是半手动的话 我们是设了四个档 在双杯跟单杯模式下呢 你可以重复之前你设定的一个曲线 我第一段是用比较低的压力的 然后第二段呢 我就把压力批到最高 它的P级就是相当于一个压力的代仓 对对对 然后我第三段呢 我就把压力降下来 P4 P4 然后最后尾段呢 我就是用比较低的压力 防止它有一个苦味 用手我吸成双杯 其实我是设定了一个压力曲线的 你看看这个奶磨 这已经很基础很基础的一个小心了 这已经很基础很基础的一个小心了 咖啡不叫劲儿 你说的太清楚了要连起来 咖啡不叫劲儿 咖啡不叫劲儿 太有意思了 我尽力了 这个咖啡节对我来讲呢 是一个交朋友啊 这个很热闹好玩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唯一的一家在这边 所以说以主打由头为主嘛 整个这种复古饭啊由头饭啊 跟这个咖啡节是太大了 知道吧 鹿家嘴咖啡节说实在的 其实全上海 我觉得可能全世界吧 可能在咖啡节这上面 应该是排在上号的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像鹿家嘴咖啡节 它为什么能做成国内这种顶尖的 这样的规模 就是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行业 或者是领域内的内容 就是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 所以说呢 它就能吸引到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大众的消费者来 来体验感受 来跟不同的人来做互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鹿家嘴咖啡节 它非常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好我们这边有两个套餐 这个是在白京这边他们的这个套餐 就是你喝完了之后还可以猜哪个产区 我们是一家在上海的咖啡豆烘焙商 我们每一年都是主打咖啡豆和手冲咖啡 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让大家猜咖啡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喝完之后 然后尝一下它这个哪个产区的是吧 好猜一下 先喝喝看 先尝一下这个味道 这三个我都喝了一下 然后我感觉这三个更偏向于中美洲吧 我不知道对不对 它这个答案在哪里 答案在下面 在贝托下面 哥伦比亚的 我就喝着像是中美洲的 一个是希望庄园的前景庄园 我觉得黑色的好看吧 可能有人喜欢这个部位 对这个地方的话它白色的DBC 这个有点那种亮晶晶的水晶的 这个地方我一直有个疑问啊 就是它拔开了之后的复位 顺时针旋转到底 转不动为止 就是一直到底 然后回转四分之一圈 我现在已经转到自己转不动了 我往回转 那么我这里对准正上方 这里一个标志对准这边的线 OK现在就是归零了 它刚好就是这两个标志是90度对吧 好的 比如说我把它装回去 然后再放上来 对 刚好零是对准它的对吧 对到这边 你们的新款什么时候出啊 你指的是哪一个 小的那个嘛 对啊 我们现在呢在做海外众筹项目 海外的众筹活动 活动做到五月中旬 我感觉至少就是一两天 就是轻轻松松的 像我们首发那一天的话呢 是一个小时不到 已经充到一百万米到以上 我昨天看到这个我就喜欢这个 好精致 摩托机就在那里有西山 感谢感谢感谢 这过来耗羊毛的这个 这个跟刚才那个杯子的那个材质好像 对啊 一样的对吧 对的 都已经是烧的 然后都是这个 我感觉先在你们的器具上面 的确是加了一些国潮底蕴的东西 YES 小看 这个鱼丸大师来了 哈喽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真的是好想你 但是我经常看你们在直播间里面直播 第二次参加陆家嘴咖啡节 我们卖的是咖啡气味的一些香氛产品 主打的是 其实是我们这次卖爆的是一个 创意咖啡杯 哎呀我要怎么描述它 来源因为我们出了一个 皮筱子造型的香氛 五火香氛产品 然后我们把它倒过来 就做了一个就是创意的咖啡杯 大家的很多关注点都在那个杯子上 就是让大家会心一笑 我们的品牌是HoloHolo 然后主要是做咖啡杯为主的一个生活器具 哇这是保温杯吧 对保温的 它是316不锈钢 然后有内度陶瓷涂上的 哇现在都好卷呀都316了 304还没玩明白 这是316的是吧 现在的确是好像基本上做杯子都 就是太卷了 嗯这个颜色你看多好看呀 薄荷绿 你就是今年我觉得就流行这种色系嘛 奶奶有的奶奶有的 但这个就是偏就是 那你怎么没有摆出来呢 因为现在还没上 它其实也是个包 哦 确实是好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Charles 我是Belavita Brista 还有我们毕加咖啡 雅太市场的执行长 在这个咖啡节呢 我们主打的其实只有两个产品 一个呢 就是我们Brista的手装咖啡器具 第二个 是我们想做咖啡文化的教育推广 我拿一下它看它都多重 哦 蛮轻的 对 这个是800毫升的 这里是可以拿下来的 设计成桂胶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一个防滑的工程在里面 就是卧室的时候它有缓装吧 对 卧的时候手感会更舒适一些 而且它不会那么容易就是感觉手滑 这是聪明杯吧 对 这是一个二到四人份的 哦 它是这种左右搬的 对对 就比如它就是关闭了之后 不会滴滴答答的那种对吧 不会 针对这一款绿杯的话 它有一个专门的冲鼠斑 这一款绿杯的话 它不用那个绕圈注水 它只要定点注水 正心点注水就可以了 我是来自上海阿罗哈咖啡的 谈判 我们目前门店还有咖啡节 都是带着创意咖啡来的 然后都是主要来做创意咖啡跟特调 我们CAPTON CAPTON 喝的人会比较多 会觉得比较喜欢热带水果更多一些 我们现在是首届上海咖啡拉花大赛的一个比赛现场 第一天是我们的雕花设计 第二天是我们的一个转盘赛 偏趣味性的 然后第三天的话是我们的一个FREPORT的总决赛 希望更多的咖啡爱好者 咖啡的选手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 可以来参观我们的咖啡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鲁德的主理人David 鲁德的话成立2020年 然后在上海主要是做精品咖啡豆的一个供应 今天我们主打的话 然后是那个茶茶Dirty和全场焦点 茶茶Dirty的话 是以埃塞尔比亚耶加雪菲的一个咖啡豆 作为一个基底浓缩的基底 加有这个白桃乌龙的冷脆茶 这杯咖啡的话 你既可以喝到茶香 也可以喝到咖啡香 大家好 我是千比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将澡堂呢 今年也搬来到陆家嘴的咖啡节 我们的店的话是一个 以澡堂风格为主题的一个创意特调咖啡 我们主打咖啡同样的把店里最招牌的产品 眉眉细雨带到了现场 在这里可以喝到和店里一模一样的一个眉眉细雨 我们是slap town 石板城咖啡 然后是在上海 其实我们是第一年参加的咖啡节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卖经典的艺式咖啡 跟单元产地咖啡的 就我们是一直没有去做特调的饮料的 就我们还是想去把比较传统的咖啡产品分享给到大家 这届咖啡节的规模非常大 品牌方告诉我说因为陆家嘴绿地的场地有限 很多品牌因为抱不上 所以临时在国际会议中心的绿地加了分会场 分会场的亮点就是这群狗子们 现场也有舞台的表演和动感101的电台分享 场地有大概30个摊位 整个场地非常的井然有序 这边你看是东方明珠对吧 东方明珠的下边这块就是分会场 特别特别舒服 分会场今年是第一年 它不需要预约 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想来就直接可以进来的 这边有很多这个狗子交朋友的 你看 这个狗子戏可多了刚才 你好啊狗子 谈谈的 这样才好看 拍照吧 哇 哇 衣服也好看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展台 我们的展台的前边呢 会放一些我们的周边这些带子啊 背垫啊 贴纸啊这些东西 上面就是这个明珠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展台的view 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今天这个分会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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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后边什么展位可以去喝咖啡啊 那咖啡豆呢我们有两个味道的 一个是偏深烘焙的苦一点的 一个是偏浅烘焙的酸一点的 这个它很适合你看做意识 就是摩卡糊 低绿基 然后这个呢它可以做冰滴 手通 对不对这个是挂耳 或者你买一包挂耳一包咖啡豆也是可以的 结束工作刚刚好 淡尽凉绝然后你来了 哈哈哈 没事没事还是很多你看 然后等一下给泰西西西做个什么呢 杯子都用啊 杯子都用 不是 看来很火爆真不错啊 特意把毕岛从成都邀请过来了 哎呀冰杯用完了 所以说就只能用热杯了 它拍出来不好看 冰杯好看一件 没事 给我偷偷留下的那个 哈哈哈 今年陆家族咖啡节 又是在一阵阵的欢声笑语中落幕了 从第一届到第七届 我能感受到咖啡节的内容 在慢慢的丰富起来 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元素 带给人们快乐 希望咖啡节越来越好 那最后 咖啡是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